接著更勁爆的訊核 當然就是政治的話題跟焦點 其實每次講到政治話題 因為距離2024越來越近 這個氣氛也就越來越熱 我們看到最近誰宣台爬爬噪呢 就是我們的阿銘啊 郭台銘 他今天到了宜蘭 結果呢 這個爬爬噪很多人就說 這看起來就是要選的態勢嘛 如果不選的話 70多歲的這個長輩 怎麼還會爬爬噪 有點累哦 但他看起來一點都不累 真的是老當益壯 好他講了什麼呢 之前大家還記得嗎 這個柯文哲有對於 這個郭台銘好像要併購民眾黨的 這個事情哦 這個柯文哲說 他覺得很可怕 那郭台銘是首度否認 他說自己從來沒有說過 要併購這件事情 好但是後來又問到說 這個郭柯沛他覺得怎麼樣 那反倒郭台銘豎起了大拇指說 這是一個好問題 有專員老師指導 柯文哲很興奮的又唱又跳 畢竟月底個人演唱會要售票 彩排花絮也先讓粉絲瞧瞧 但正當他忙得不可開交 曾因併購說不敢通話的郭董 首度打破沉默 我絕對沒有從我口中說出 有併購說併購兩個字 我在媽祖面前回答 是絕對不能隨便講話 因為媽祖會從天上會責問我 沒有就沒有的事情 我為什麼要道歉 柯文哲口中的併購 郭台銘自清沒說就是沒說 但傳出8月訪美之後 郭台銘仍想促成郭柯沛 意在死猴被邊緣 訪美回來後有網媒指出 就是說你可能會跟柯P 會有合體的狀況 這只要什麼看法 謝謝 我們先進去 好問題 郭柯沛成行一句話說盡心底 不過在那之前 宜蘭議會請義馬不停蹄 藍營立委參選人也陪同出席 只是眼下靠攏白銀 不僅郭台銘 國民黨主席 也很積極 像美麗島電子報董事長吳子佳就說 自己聽到的消息 是總統登記前的11月20號前 藍白只會推出一組人 初來選甚至強調兩黨有熱線 國民黨以所有的有黨在野的力量 都有很暢通的溝通管道 無論是在政策上 議題上 有共同理念都可以進行合作 但柯振營卻反問這哪來的消息 事實上早上跟黨內的一些高層 在開會的時候 也大家都沒有聽過 類似這樣子的一個消息 還是希望大家兄弟跟登山各自努力 強調柯文哲沒同意 但稱兄道弟 難不成也意在留伏筆 TV的捷大臣 尼歐程 台北宜蘭報導 好 現在柯文哲變成流量密碼了嗎 這個凱盜遊行上 有一個被視為是 柯黑的網紅4X貓 他也現身活動現場 他當天有開直播 他在臉書一早發文說 他的戰績 到35.2萬多收到約20萬斗內 再來是自己收到8萬多元斗內 流量15萬左右 比柯文哲的13.3萬 觀看數還高 偏綠的同溫層不想去看館長 那就通通跑來看我 那剛好就是偏綠的直播主 好像昨天現場只有我一個 所以大家可能就比較捧場我 通通來看我 所以讓我昨天的流量滿高的 只有一位就是稍微不理線 他跑過來就是說我 他覺得我是個很沒品的人 柯黑來參議咖 即便當面被柯粉嗆 但流量意外不錯 收入也有 畢竟現場被形容 像是柯文哲的造勢場 但是柯且幕僚逆風發文 點出柯文哲表現很失敗 認為一大問題 女性比例少之又少 直言柯文哲民調30%的支持度 更能確定就是由國民黨流離過去的 並非什麼年輕人高知識分子 柯文哲國王的新衣被狠狠撕破了 不能用不是真實的數據來 就是來掩蓋事實 前自家人揭開柯文哲弱點 要將空氣票實體化 還有努力空間 TVV的新聞 劉璦晨 楊佩玉台北昌報道 好 當天這個凱盜遊行 確實是蠻多人的 那當然當天因為也有這個 國民黨的侯友誼 郭台銘跟柯文哲 所以自然也是蠻有很多人 在受阻這個三個人的表現 所以我們今天要來看看 這三個人的表現如何 光個人講是沒有用 因為很多會有主觀的意思 我們用流量來看 好 我們今天邀請到的是 又是大家眾所期待的 政治一點名 內幕全透明 歡迎我們的新聞部副理 番啟銘 伊倫好久不見 各位觀眾大家好 各位網友大家好 是 啟銘哥每次都會帶給我們 一些不同的內幕跟驚喜 我們今天就從啟銘哥 您看到的這個流量 幫我們分析一樣 在凱盜上面大家觀看的次數 這個起起伏伏是多少 昨天整個凱盜非常非常的熱鬧 那因為它凱盜的所有的活動 它轉播的平台 我們傳統的電視是有線的 我們沒有辦法很完整的去呈現 因為我們還是有我們的新聞要播 那他們就選擇 當然這個也是一個 新時代的一個變化 就是在網路上進行直播 昨天有非常多的YT的平台 YT的頻道在進行直播 包括館長自己 包括柯文哲甚至國民黨 他們都有進行相關的直播 有一個很客觀的數字 誰表現的 也不能說好 至少那個觀看次數 會顯示出他的人氣 比嘉西眼球 當然 當然 最好的是誰 其實也沒有什麼太大的意義 應該柯文哲吧 就是柯文哲 他昨天在館長他自己的主頻道裡面 柯文哲上台的最高點大概是 五萬三千多人 四捨五入大概五萬三千多人 第二名是郭台銘 其實郭台銘表現也不錯 只有少一點點 四捨五入下來大概五萬兩千多人 其實差距不到五百人 那當然這個中間有一些技術性的問題 我等我跟大家報告 那侯友宜大概就稍微落後這兩個人 大概最高點是四萬四千多人 差距也不到一萬人啦 有幾千人這樣的一個差距 那昨天在我自己個人的臉書上面 就有一些網友就問我說誰表現得比較好 對 我不能說啊 對 我們做一個記者 我們當一個記者我們有自己的支持人選 可是我們可能要有一些客觀跟主觀 把它放在背後啦 對 就是有些好壞比較是偏主觀 可是還是有一些客觀的參考依據是什麼 還是一個流量的數字的變化 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當然就是我們就按照順序來 第一個上台的就是郭台銘 他當然也是一直傳出有意要參選總統 所以他出現在這個場合 大家也非常注意他的一些談話的內容 昨天可以看到這個郭台銘可以說是非常接地氣 他就披了一個這個毛巾就上台了 等下說說這個動作非常非常的接地氣 就可能比較鄉土一點 今天跟大家 草地一點 對 跟大家比較接近 他昨天上台時候的人數 其實那個時候是整個在館長頻道的高點 大概五萬兩千多人 我剛才有提到 他上台的時候就是一個最高點 五萬兩千多人 不過昨天郭台銘他講話的一個 致詞的時間是稍微比較短一點點的 因為昨天真的太熱了 我猜他是不是考量到現場很熱 然後下面很多群眾受不了 所以他講的是比較短 他講的還是一些居住人權的一些議題 那可能是在這麼大的場合 再加上天氣這麼熱 我猜是有影響到他一點點口條的表現 所以他有用到一些罪詞會比較多 表現比較沒有那麼自信 那也反映出這個 所謂的瀏覽人數 從五萬兩千人 我可以看到到他下台的時候 大概四萬九千多人 對 不過以一個七十多歲的一個企業家 他這樣的表現我覺得還是算是很有誠意了 就是郭台銘的表現 第二個上台的是侯友宜 侯友宜他上台的時候有稍微有一點點 對他有點不利的 是因為他上台之前是一個破口 所謂的破口當然就是一個節目跟節目之間 表演是不是 對 就是一個表演 表演 表演可能大家對政治比較有熱度的 可能這個時候 會熄火 對 會熄火 然後可能會去做一些別的事情 因為歌表現得也非常的好 歌也很好聽 可是因為他們可能想要聽政治人物講話 所以在侯講話之前 瀏覽人數大概降到了四萬人 對 那侯友宜的講話 其實稍微長了一點點 也是在他的這個表定的十分鐘裡面 講了十分鐘 後以我可以覺得他準備的是 這次是有所準備啦 是有所 是蠻充分的 包括他又講了居住正義 包括又講了司法正義 又講到了一些詐騙案的一些 他的解決辦法 可是是不是就是有一點點冗長了 然後主題沒有對準 再加上他最後有呼口號 有一些政治性的呼口號 所以在台下就有一些民眾 不禮貌的人 對 就包括筆道站 有發生虛聲 那他的人數沒有比較少 是呈現往上的這樣的一個趨勢 從四萬人一路上到四萬四千多人 這個是侯友宜的表現 那最壓軸的當然就是昨天接近結束的時候 就是柯文哲的表現 柯文哲表現我先跟大家報告一下 他在支持上台之前 遇到了一個技術性的問題 是主辦單位 就是因為剛好他之前是王婉裕 就是時代力量的講話 講話的時候我們在外面 我們在那個網路上就發現 網路卡頓的情況非常非常的嚴重 甚至就直接停頓了 而且停頓還蠻長的一段時間 然後那時候的人數就直接從本來的 接近五萬就一路掉 甚至掉到一兩萬 這我提的都是館長的主頻道 好 但後來技術問題 應該是有一些克服了 所以人數慢慢恢復 到了柯文哲上台的時候 他上台是四萬人 那十一分鐘他其實比喉還講的超過 還多了一分鐘 十一分鐘他的人數就從四萬 一直慢慢成長 也不能慢慢啦就是還蠻快速的成長 到他下台的時候就是最高峰的時候 是五萬三千多人 所以可以看到他是那個成長出 成長的幅度是最高的 那這個當然這是一個客觀的數字 不能代表這三位的一個表現 只是提供給觀眾或網友 大家一個參考的依據 對 確實數字會說話嘛 所以當然看一些數字 也會比較理解說 大家的人氣在哪裡啦 好 當然我們也要看一下 觀眾朋友的這個反應 因為我覺得有人 真的也是蠻政治混的 像這個William高吧 他說柯的影響力出不了北市 所以他就會覺得說 柯文哲可能就被鎖在台北市 結果也有人說 William謝說 侯有準備但是沒有講好 然後呢最高的流量 他也講得出來是 柯郭侯 所以其實一般觀眾有感覺的 對 沒錯 好 那這個潛水人說 應該某人出手 這個某人是誰呢 幫我們解答一下 那他前面是講說他覺得 猴昨天的發言很不行啊 所以觀眾朋友也是 每次聽到會有不同的感覺 所以也可以反映在我們的 這個留言區裡面 讓我們知道說 你的想法是什麼 好 那當我們看到這個 凱盜遊行的這一場 很多人覺得就是柯文哲的主場 流量高 人氣旺喔 大家都好像很嗨喔 這柯文哲也是越講越嗨嘛 他就是一個這樣子的領袖 而且他可以臨場反應 臨場發揮 而且他說話沒有什麼 不需要經過太多的思考 因為我覺得訓練太多次了 他八年的市長 再加上他離開台北市長植屋之後 全身走透透 我以前訪問柯文哲的時候 他們說 喔你們這些鯊魚又來了 所以我們這些鯊魚就是 訓練他一個非常好的這個角色 好 那當然有人認為說 凱盜這場好像看起來 就是一個藍白分手的擂台味道 為什麼呢 因為柯文哲已經很厲害了嘛 那是不是已經可以完全不用 跟藍營這邊來合作了呢 而且柯文哲現在看起來 比較像是非綠共主 但是我們又看到 因為口友宜最後講了一個slogan 所以有被虛嘛對不對 被比到贊 對 有被比到贊 所以有很多人說 這看起來好像柯文哲支持者 比較不喜歡侯友宜 對 就是整場結束之後 我們當然有一些觀察 有兩種說法 有人說這場是不是 藍白的分手擂台 因為可以看到底下的 我們說實話啦 絕大部分很多的都是 所謂的柯粉 在侯友宜上台的時候 的確是對他採取一個 比較敵對的一個態度 所以在看到這樣的一個情況之下 國民黨跟民眾黨 會不會出現一個 所謂的分手擂台 這樣的一個趨勢 我們還在持續觀察 不過所謂的分手擂台 另外一個觀察面向 是不是所謂的柯文哲 他現在是非綠聯盟定於一尊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趨勢 在今天就出現兩個訊息 可以出現這個 可以解釋這個觀察面向 就是在今天出現兩個人 都好像對柯文哲有興趣 一個是郭台銘 一個是國民黨 我們先講郭台銘 因為今天有個訊息是說 在8月的時候 郭台銘要訪美 訪美回來之後 他就要跟柯文哲來進行合作 進行搭配 那是郭柯配還是柯郭配 還不知道 可是可以進行進一步的一個討論 那可是有一個爭議點 有一個矛盾必須要先解決 是什麼 就是之前所謂的 郭台銘說要併購民眾黨的 這樣的一個說法 這個說法傳出來之後 其實在之前傳出這個消息的時候 郭辦那邊就會覺得有一點奇怪 因為他們 我跟我講的幕僚是說 在整個過程當中 他們從來沒有聽過郭台銘 講併購這兩個字 我有翻了一下資料 大概6月底的時候 有一篇某平面的獨家 他說他還跟王金平參緒的時候 講了這個併購民眾黨一說 網路的一個媒體 講到這件事情 不過郭辦的旁邊 郭辦的人是說他們沒有聽過 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郭台銘自己做了兩個動作 在今天 剛剛新聞就有提到 他在南方澳拜拜的時候 在神明面前就有說 他絕對沒有講過併購之說 在神明面前當然不能說謊話 另一個部分就是 郭台銘有親自打電話給柯文哲 也對他做解釋 說沒有併購這樣的一個說法 希望大家能夠合作 這是郭台銘本人 而另一方面 郭台銘最核心最親近的幕僚 在最近也有打電話給柯文哲 最親近的幕僚 兩個人有通上電話 通上電話的時候也是做了一件事 就是說我們沒有說所謂的併購 希望不要有這樣的誤會 不要節外生枝 對 另一方面就是希望後續能夠加強合作 這個訊息包括了民眾黨 包括了郭台銘方面 我們都有去求證也獲得了證實 所以這個消息是確定的 另外一方面還有一個想要跟柯文哲合作的 就是國民黨 因為今天就有一個說法是說 吳子佳 對 他突然提到是說 在11月20號那一天 國民黨跟柯文哲這邊已經進行了協商 在11月20號那天只會推出一組候選人 對 為什麼是11月20號 那天就是登記總統參選的第一天 那這個說法呢 我們有去問過國民黨 國民黨是說他們有很多的溝通管道 並沒有否認 並沒有否認 而且他們強調他們是以侯為主 為這樣子的一個方式去跟柯文哲來談判 這是他們堅持的 這是國民黨的一個回應 那我去問了一下民眾黨 民眾黨斬釘截鐵的說 沒有這件事 沒有什麼溝通 他們也不知道要跟誰溝通 因為按照國民黨123階段 到目前為止他們根本不知道 他們的階段整合是到哪一個步驟 因為看起來是第二階段 可是好像第一階段也沒有結束 所以民眾黨根本也不知道要跟誰溝通 是說你們自己把內部自己先協調好 我們現階段應該是沒有什麼 這樣子的一個興趣 那道理是怎麼一回事 我們也還在持續的去為大家掌握 不過可以看得出來 所謂的非律定於一尊 從郭台銘跟國民黨這樣的一個動作 好像聞到這樣的一個味道 對 確實因為現在 這個想要下架民進黨 是有一些聲音存在 所以如果單靠藍白都分散了 可能就會沒有辦法集中火力 下架民進黨 很多人是這樣思考的 對 因為我從有一些面向是觀察 也有些人反應 從昨天雖然有人站上了凱道 可是反應出來的是郭跟侯跟柯 他們是各自為政的 甚至有一些是彼此敵對的 那站在執政黨 如果是你要下架民進黨這樣的一個 作為優先考量的話 我覺得也有一些聲音是出來 是說賴清德其實在投降 因為他看到雖然是有人站出來 可是犯律 非律 不好意思 非律是並沒有整合 並沒有柔在一塊的 所以如果這樣的一個情勢發展 是對執政黨對民進黨是有利的 對 不過也套句賴清德自己講 就是現在還在這個棒球的前面 不是七局半才開始 他已經熱身完成 對 他熱身完成 但七局半才開始 所以還有很多的變數 所以也會持續為大家來掌握 不過我們先來看看 這個觀眾朋友的留言 我看到有一個很可愛 是William Scheer 他說三個都好難投 投一輪好了 那我要跟大家說 如果要投一輪的話 必須要等到2032年 因為那時候才超過40歲 我才能先糟糕 OKOK 但我有思考過這件事情 我代表就是 這個也是我的 一定幫你抬轎 好好好 我們要請這個 凡幕僚 凡強大的幕僚 凡小刀 凡小刀 然後也有人Penny 他說 侯市長很穩 柯P個人魅力十足 不過他還是愛侯市長 確實也有人很喜歡侯市長 因為侯市長 他在新北很多政績 也真的是不錯 對 我覺得大家都 各自各 都有自己的一些支持的基礎 就是彼此在這邊 在一個和平 或是一個合法的 遊戲規則裡面 彼此競爭都是好的事情 對 所以我覺得這個就是 民主國家的精神 好 我們最後一個題目 要問到就是 我們剛才講的藍白 總是要講綠 賴清德 我曾經最熟悉的陌生人 沒有 賴清德他現在也確定 有要去出訪 巴拉圭的總統 這個就職典禮 15號要到當地參加 14號就會先到 好 那大家就很好奇說 奇怪 現在才7月10幾號 一個月前就公佈 通常這不都保密到家 甚至美國過境的部分 按照一輪你之前出訪的今天 應該很清楚 其實按照總統府 跟外交部的一個 所謂的採訪的遊戲規則 都是出訪前一個禮拜左右 才會開記者會 然後拖到不能再拖了 才會告訴大家 整個採訪的行程 特別是在美國的 那這一次特別 比較引起我們注意的 就是前一個月 好早就宣布 很早就公佈了 所以可以看到 是不是提早打出 所謂的外交牌 這個賴清德方面 有沒有這樣的一個考量 那今天確定的 就是14 15號 要到巴拉圭參加 他們新任總統的就職典禮 不過我們大家知道 出訪只是一個 不能說藉口 就是一個 一個行程 對 可是更重要的是 到美國過境 這個是對於這個 要選總統來說 到美國去是更重要的 對 因為的確 我們可能 是不是有 大家都會說 是不是要去美國面試 這樣的一個說法 那所以 因為非常非常的敏感 所以這一次 到底是在美東 還是美西過境 府方到現在 都不願意對外 進行說明 你也知道 美東跟美西 代表的政治意義不一樣 差很多 一個觀察點就是 離華盛頓最近的 才是比較敏感的 那如果你是在美西 甚至 有可能在阿拉斯加 有可能在夏威夷 那個政治味道 就不是這麼濃 那蔡總統上次去紐約 已經離華府 非常非常的近了 所以這一次賴清德 因為一直有一些聲音是說 美方基於公平原則 就是這一次可能 會有三到四組的候選人 要參選 所以他會公平對待 每一個候選人 可是賴清德 因為他又是有副總統的 一個身份 其實這對他來說 並不是很公平 因為副總統不太方便 去到華府 以目前台美之間的一個關係 所以到底是在美西 還是美東 這邊就是一個 非常非常重要的 一個觀察指標 我們知道以後 會馬上跟觀眾報告 而另一方面 侯友宜也有動作 因為賴清德要去美國 侯友宜8月中 也要去美國 所以兩個人會不會重疊到 如果是重疊到 那就會非常非常的精彩 不過 動作更快的是 郭台銘 他可能8月初也要去美國 然後他在剛剛 還特別投書了 美國的華盛頓郵報 他在裡面就提到 是說 傳達台灣追求和平的 這樣的一個心聲 可以看到這兩位候選人 包括了賴清德跟侯友宜 都有訪美的動作 而被認為很想要選總統的 郭台銘 動作更快 先投輸了 然後而且關鍵都是在美國 所以可以看到 美國對於我們總統大選的影響 到底有多大 對那要不要來猜猜看 這個賴清德 會過境美東還美西呢 我初步掌握的消息 這個當然還要進一步的求證 應該是在美西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也有一個消息是 因為在紐澤西這邊舉辦了 美東的信賴台灣只有成立大會 是卓榮太去的 對他已經去了 對他已經去了美東 那美東又比較敏感 那可能他就是會以美西為主 目前感受到的氛圍是這樣子 總是有讓你過境一下美國嗎 那大家就公平對待 我們還是要以外交部公佈為準 對所以這個消息 我們只是提前掌握 外交部很努力的在進行 溝通 對畢竟他是我們的副元首 是總統的特使 要去參加巴拉圭總統的就職 他代表了中華民國 所以我們的總統規格 也不能降得太低 所以外交部還在持續努力 是所以觀眾朋友也可以猜猜看 到底是美東還是美西呢 所以後續我們會帶大家 來持續的關注 那當然今天大家討論的 非常的夯喔 我覺得政治議題還是蠻多人喜歡的 那我們今天也要謝謝 新聞部副理 凡啟明的政治一點名 內部全透明 謝謝各位網友 好當然網友們的意見也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要看到的是 持續來關注一下 觀眾朋友在聊什麼 剛剛大家對於好像 這個凡啟明副理 對我的年紀小好像有笑了一下喔 但是確實就是2032年 我才能選總統這件事情 今天跟大家一起討論 很沒有禮貌 TVBS新聞直播 回到YouTube頻道了 提醒您 每週一到週五的晚間 7點到9點 由新化主播 為各位新聞化重點 記得一定要來參加直播